合作—— 它不是一個繪畫活動而已 它是對現代文明的追求 那我們回到阿公阿媽那個年代 可以間接看到 去思考他們對美學的一個前世表現 那另外的話就是廟裡頭的這個彩繪 所以以前的艺术家 如果你不是文人的话 大概会被当成僵尸 当日志时期引进西方现代美术教育 那台股展的举办 让这些艺术家有一个很正式的平台 又因为媒体的宣传 然后让艺术家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就提升起来 《东洋化》的第一届里头 林玉山 郭雪胡曾经 连郭雪胡的老师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蔡雪熙 他就是落学人 所以就有人会认为说 当时日本人他不公 别人不公 那由柯影排除台湾的艺术家 其实就当时的状态来讲 其实那是一个绘画的观点的改变 这些评审委员 都是在日本受过很完整的美术训练 艺术成就多在一定的程度以上 他们是以所谓的现代美术的视觉观来看 但是就整件作品来讲 它的完整性 还有严谨度 还有整个墨的枯层 我觉得算是很完整的一件作品 当然有人认为说它已经有现代观 它可能里头的光纤或透视跟现在比较符合 所以符合当时的这些评审的口味 我们知道郭学福他没有进美术学校 那他完全自学 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菜学期写传统水梦 但是当他看到第一届台展的作品的时候 我想那个冲击性一定很大 第二届的时候是圆山腹肌 他不再化传统水梦 他直接面对诗经学生 那圆山腹肌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自立刻苦 然后自学的一个过程 发展出来的风格 所以日本话 它原来是沉溺中国的水梦 明治维新之后 它跟西方学习 那它有很多人到日 到法国到西方留学 尤其美术的部分 所以这个台服务展的全身 它是援系日本的地展的制度而来 日本的地展制度 其实是从法国这边的沙龙展览 这个迈过而来 台湾在未受日本统治之前 整个美学官是传统中国水梦化的美学官 那林立山最早也是写水梦 那当然林立山自己汉学体制也很好 所以文人化这一部分对他来讲也不是问题 但是他后来到日本 学所谓的现代规划 那他是以写生的角度运去嘛 那慢慢再把它转换 林立山先生的作品是比较属于学院的体系 融合了日本跟传统水梦化的一个构图形式 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头 我们看到他比较多的 比较简洁的构图布局的处理 但是欧雪福先生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所有的景物 包括一花一草 细腻地把它描绘上去 当然他们两个人都造成了不同的 规划形式的影响 谢霓法说他是雪福派 后来说的啦 这不是在当时啦 当时只有项燕古董说的台展型的一个典型佳作 所指的是廉始这件作品 西方的现代性 所以在这段时间以来 台湾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现代性 所以它是一个转捩点 我们在三零年代就有所谓的 西方现代建筑的形式 它的建筑形式比日本还活泼 西方方回来这些人 那他们愿意到台湾 他被管制的就比较爽 光在嘉义市中山路 你就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尸体 有很多的新式建筑 但是很可惜都被拆掉 当时嘉义台南 他们有组成一个春门画会 参加台湖展的风气人生 算是台北之外最领盛的地方 画家可以千百万个 画家可以千百万个 但是艺术家不一定 艺术家他是要有时代观念 他是为这个时代美学观做的全市的人 有点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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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兴趣的